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这个辉光 在这个新修科分六学深传里面就有记载 就有一次这个背锅 这个闹汉灾 闹汉灾 所以因为辉光他是当这个升官 是升任的最高统领 当然这个国家有事 就会嘱咐 嘱托这个出家人出来 比方说这个起雨 或者是有这个灾难的时候 要出来赠灾 这个以宗教的力量安抚人心 那这时候这个东卫发生这个旱灾 所以就皇帝就请这个升官的这个烧门统 这个辉光来起雨 那果然灵验 就是真的起雨完之后 下雨不可思议的灵验灵感 那自古皆然 这个出家人 这个专精修行 修生养性 请修戒定慧 这个熄灭贪嗔痴 修这个禅定 这个持守戒律 自然而然 这个得高 这个仁天清 道高归神福 自然而然就感应天地 下雨了 下雨了当然就皇帝给予奖赏 给予奖赏 转任这个国统 当然就更加提升了这个辉光的这个身份地位 那这时候东魏有一个将军 尔朱世隆 这位将军 因为这个五乌华 这个南北朝十六国 彼此互相争战 讨伐 这个 时有所闻 这个尔朱世隆 他就要北讨的时候 缺乏这个军心 军心就是比方说缺乏军饷 缺乏军人 所以呢 遂生你以充之 就打这个脑筋 动到这个寺庙佛士道场跟出家人 就给予道场佛士 苛求这个抽税 然后抓这个生女去冲兵 或冲劳役这些 读者言酷 见者斩 只要有人敢服从命令的 过来这个劝贱的 就抓去砍头 大家人就不敢 位于这个将军的这个威严 大家都不敢规劝 那么一死人心惶惶 这个惠光啊 身为出家人的最高领袖 就直前抵士隆约 若行此恐非国家之福 那因为惠光本身的这个道德学问崇高啊 就像这个卢山慧远大师啊 当这个环温啊 也是要淘汰生人啊 不过要求出家人呢 这个礼敬这个君主啊 那因为有这个慧远大师啊 的这个学问崇高 跟这个道恨的一个清高啊 这个一眼九鼎 就去跟这个黄温劝解 这个出家人 出家人呢 是方外之事 不要以世俗的 这样的一种礼法 要来要求出家人 那黄温被这个慧远大师的这个德恨啊 学问啊 所这个射受 射受就停止了 这要求出家人呢 要礼敬君王 礼敬君王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 这个耳朱世隆啊 也在这个慧光大师的这个德恨学问啊 尤其是他也祈语 灵验啊 是举国上下 都是这个感恩带道 所以就 慧光呢 去找这个耳朱世隆将军啊 劝诫他呢 应该呢 放下 停止 要求呢 出家人呢 要去当兵啊 对出家道场 佛事啊 磕睡 这种 不合 不好的 这种 条规啊 命令啊 要不要收回啊 所以这个耳朱世隆啊 在这个慧光大师的这个射受之下 他也停止了 他就不再 再要求 给寺庙道场磕睡 也不再抓这个出家人去当兵了 所以一时时弦啊 就大家呢 就感恩啊 这个慧光大师的勇气啊 卫法 卫教啊 这个能够呢 这个不畏强权啊 能够走出来的 这个规劝的大将军啊 让这个抓出家人去当兵了 给寺庙磕睡 这样的不合理的这个法规呢 法性呢 能够停止 那除此当然 这个疫学方面 除了这个识分率的研究之外 那么这个之前我们就讲过了 慧光也是地论学派南道系的一个中将 他培育了很多的这个人才弟子 法商啊 生犯啊 道瓶 慧顺临寻等 号称呢 慧光十阴啊 就是慧光底下的十位阴民阴才的弟子啊 其中以法善为上手 法善为上手 那法善呢 他的学问也是很好 腹腹无弱子 腹腹无前子 这个慧光学问好 法善也是一样 这个学问呢 也很高 读书讲经说法读学经文啊 有著作等生 那么这个法善也是一样 他就十二岁的时候呢 这个他就出家 那九岁还没出家之前 九岁就能够读《涅槃经》啊 可以说是非常这个不容易啊 很令人惊讶 九岁就能够读《涅槃经》啊 读了《涅槃经》之后啊 这个善根显露啊 门发出城之治 就想要出家了 到了十二岁 就投这个道药禅师出家 专心悟道 神气高爽 通晓识论 誓称圣沙咪 所以法善啊 也跟他的师父慧光一样 都被称为这个圣沙咪 可见 他在这个幼小的时候啊 就展露他们的这个善根 素世善根跟才华啊 被等人家称为这个 称谕为圣沙咪啊 很这样的这个称赞夸耀啊 那么一样法善呢 依这个慧光律师说 居足借经通义理 乃映仲之潜 讲《十地经论》啊 《任邪经》啊 《涅槃经》啊 同时也撰写这个文书 在这个旭高森传里面啊 他就说了 《十人与耶》 《金师吉望道场法上》 就大家当时候的人呢 都称赞这个法善啊 这个圣沙咪啊 《金师吉望》啊 《道场法上》啊 《诗言云言》 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说的真的是 说的这个恰到好处啊 真的法善啊 在这个金师啊 这个地方 《业渡》这个地方啊 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 这个崇高 身份名望啊 都对大家所称赞 那四十岁呢 就有话 华一舟跟卫一舟 卫东卫大将军高层 高层就是这个 他的复兴是高欢 他的这个二弟高阳 高阳就是这个 后来的这个北齐啊 文宣帝 高阳后来就传位了 北齐的这个文宣帝 座陆在夜 唯言一鼓啊 众驴云存啊 但上戒山俊世 惠海成生啊 得可鬼人啊 威能数物啊 故为其二代立为统师啊 因为这个法上的学问啊 道德啊 就一直为大家出家人所尊崇啊 所以他是这个北位跟 这个东卫跟北齐 得个沙门统啊 这个沙门最高领袖 他跟法上也跟会光一样 都是当这个升官 最高的 底下就有这个五十余人的官员啊 掌管的深入 所同这个管辖的生理啊 就有两百余万啊 这个寺庙就四万余所 可见这个东卫跟北齐 当时候的这个寺庙就四万余所 这时候的生理也有两百余万啊 那么这个法上当这个最高沙门 这个沙门统啊 做了很久 四十年 整整做了四十年啊 所以说是非常的 做了很久 这个德望啊 就为大家所尊崇 所以才能做这么久 那么呢 这个文宣帝 就是这个北齐文宣帝 就是高杨 高杨呢 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也很有这个历经图作 很有政绩 他也拜这个法上 为菩萨戒师 尊为国师 视之如否 甚至呢 这个高杨啊 他还是很虔诚恭敬 常这个步伐于地 令上见一恩啊 这个 不知道是这个文献 资料的一个称赞 就称托了 称托了 称托这个法上的这个德高 望重 道恨崇高啊 连这个文宣帝啊 都能够这个步伐于地 让令上见之啊 但是呢 这个起初啊 这个高杨啊 他还有一些的 这个历经作为啊 可是呢 后来啊 这个高杨啊 其实呢 后来就这个 就这个 暴虐 无道 欢迎啊 所以这个 没多久啊 这个高杨啊 也就 再一位没多久 就驾奔了 提外话后面 这个所以宣帝天保二年啊 新至十统 就十位 这个三门统 那么这十位三门统 以法上为领袖 理位领袖 那么其余九人 通称为通统 这个 在这个 《徐高生传》里面 他就非常的 称赞这个法上 当时昌生之谷推焉啊 上总丹赫 并得 既皆 另外残阳 腹白 咸允 非师注食 俗齿 动良哉 就是 法上能够当这个 沙门统最高领袖啊 当了四十年啊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管是在这个 德恨方面 在学问方面 都堪为当时候 教界的动良啊 堪为当时的动良 跟基石 所以呢 这个 声望远波 乃至高居立 高居立的这个大丞相王高德啊 都还呢 写信啊 来问候 来问候 这个法上啊 跟法上啊 请教啊 这些 这个 一些佛教的一些 这些问题啊 比方说佛陀 单身在什么时候啊 那么佛教在什么时候 传入中国啊 其实这些问题是 是 其次 重点就是要交好 其实重点就是要 这个高居立啊 就是要跟这个 这个悖奇啊 可以说是 就是能够有一个 在这个佛教信仰上面呢 找到了一个交集点 找到一个交集点 大家互相友好 友好 所以这个 这个法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道恨啊 也远波到这个高距离 远波到这个高距离 那么 很不幸啊 很不幸啊 这个 因为这个高阳啊 高阳啊 他后来呢 这个可以说是暴政 是暴政凶虐 荒隐无淡啊 这个所以呢 这个北齐政权啊 素有禽兽王权之称啊 素有禽兽王权之称啊 所以当然就没 没多久 像高臣 他的哥哥高臣 这个高阳 其实都 这个当皇帝啊 都没有当很久 都没有当很久 就被 这个因为荒荡无垠啊 要嘛就是被家里的 像他的哥哥高臣啊 就被家里面的这个下人啊 趁着他酒醉的时候啊 给他杀了 给他杀了 所以这个北齐王朝啊 这个 虽然刚开始啊 都这个 不管是高臣 或者高阳 刚开始都很有政绩 但是很不幸 维持没多久 可能就当上了皇帝之后呢 就这个 娇曼 就荒荡无垠 这个以为呢 这个皇帝啊 就是最高的 为所欲为啊 暴政凶虐 欢迎欢担 所以 这个 禽兽王朝之称 马上就被这个 北周五帝给消灭 给消灭 那 北周五帝消灭了 这个北齐统一了 这个北方之后啊 他也 这个重信了 重信了这个 这个道士啊 这个 这个 对佛教的诋毁啊 最后就这个 北周五帝的毁佛啊 北周五帝的毁佛啊 那么北周五帝的毁佛呢 后面我们会讲解 那么这个法上啊 遭逢这个 可以说在他的晚年啊 如果说是遭逢这个晚年的时候 很不幸 这个遭遇 这个 佛教 第二次啊 第一次就是北魏太武帝的毁佛 第二次就是北周五帝的毁佛 这个法上啊 恰逢这个不幸 所以他也是隐居山林啊 隐居山林啊 不得不呢 这个穿上这个熟人的 熟人的衣服啊 但是呢 他一样 这个日子呢 也跟到道场佛事一样 早晚定刻啊 休夜如常 愿若忠厚 清赌尺尊啊 如果这个 这个世缘呢 圆满了 他希望能够往生 这个弥勒净土 这里的尺尊呢 并不是这个弥陀净土 弥陀尺尊 是弥勒 法上呢 跟他的弟子呢 慧远 敬寅慧远 他们是要求往生 这个弥勒的 弥勒净土 那如有残年 愿见荣法 就是如果呢 还有这个余年 希望这个毁佛事件早日结束 能够呢 看到呢 佛教的一个复兴 这是这个 这个 法上 法上 那么这个是这个 羔羊 他们禽兽王朝 所以在这个北山路里面啊 他就有记载说 文宣就是羔羊 他登位神武冠绝 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 还很历经屠座 有政绩 这末年呢 独虐 猪 不可言计啊 不可说啊 不可说啊 就可见了 一个人呢 已经 这个 作恶 暴虐 这个淫乱啊 到人家呢 都不晓得怎么 都不想计了 不想计了 就可见了 这个 北齐啊 这个政权啊 就被称为这个秦寿王朝啊 就可见了 这个有多坏啊 有多坏啊 不可言计啊 人家都不想要说 也不想要记了 那么 法上的地址中呢 就以这个静寅慧远为翘楚 那么因为慧远 的慧远大师呢 他常住在这个长安静寅寺 所以就被称为静寅慧远 跟这个东晋时候的庐山慧远 做一个区隔啦 做一个区隔 那两者呢 都是这个 在这个佛学毅力方面啊 都非常的高超啊 但是卢山慧远是往生 这个弥陀净土 那静寧慧远呢 跟他的师父法上呢 他们是往生弥勒净土 两者是不一样的 那么慧远也是声明显赫 所以可见这个慧光 法上慧远 他们这个三代啊 这个师徒啊 都可以说在这个佛学义礼方面啊 都是一个南北朝时候的这个 有名的高僧 声明显赫 在这个序高僧传里面啊 就称赞这个慧远说呢 虽父与朱德英明一起啊 至于归学师寻千里 寄接者莫高于远矣啊 就可见 这个慧远大师啊 这个 敬寅慧远啊 他的这个学问啊 这个可以说是影响 影响 自为深远啊 他的这个叛教也好啊 他的这个儒来仗思想啊 都影响到这个智责 还有极责 这个华言中的 智言 法杖大师 都深受这个敬寅慧远思想的影响啊 所以这个 道宣律师啊 才会怎么样的称赞 这个慧远大师啊 所以 虽与朱德英明一起 但是呢 终究呢 他是这个慧远呢 莫高于远矣 还是没有比这个 这个慧远来的突出啊 可见慧远大师呢 被这个道宣律师所称赞 那么慧远大师呢 他有个这个被教界 这个自为这个称赞的 升起大拇指暗赞的 就是他的这个挺身妇法 挺身妇法 就是被北周五弟 要灭佛的时候啊 这个五百位出家人啊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个为法说一句话 为这个北周五弟的悔佛呢 这个说一句 这个主党的话 独独只有这个慧远 除了只有慧远 所以这个慧远的挺身妇法 一直为这个教界所称赞 所以这个道宣律师道安 这个道宣的这个 续高生传里面啊 就把这个事件呢 记载得非常的详细 记载得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个卢士道之争啊 从这个北魏太武帝 最为严重的 也是第一次嘛 就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高 这个朝中的大官呢 缺号 还有道士呢 这个 这个 被天使道 这个 凑千知的良人的合作怂恿 而废除了佛教 这个我们以前讲得很详细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之前有说的 这个到了北起 有这个唐悟罪 唐悟罪的时候呢 也是佛道论述啊 佛道论述啊 那么这个 道士将宾论述啊 他认为说这个 这个老子比较早 佛教比较晚 这个 这个 讲解的 没有根据 所以就被这个 北起皇帝啊 所这个 这个 这个存法啊 所谓佛法中心啊 为其开悟啊 为其开悟 这是北魏的时候 北魏的时候的 这个唐悟罪 那么这个北齐 北齐文宣帝的这个 这个羔羊 羔羊也是一样在天保年间呢 也召开了 市里二门的交尽忧虑 那么 这个 这个羔羊 就指派这个法尚 出来这个 跟陆修靖 这个道士论真啊 斗法 那么这个 法尚说 这个不用老生的出面啊 这个只要给那个 最 就在最后面的 最后面那个 那个 出来就够了 不用老生的出面 用不到 这个 我这么样的一个身份出来 所以这个 谭险 坐在最后面 当时候谭险的喝醉 邻惊大醉 就被人家抬出来 大家都说 这个沙门筒呢 这个怎么老了 这个脑筋不清楚了 怎么叫让最后每一个 喝的邻惊大醉的人出来 要跟人家怎么辩啊 都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怎么辩 没想到这个谭险啊 一出来之后啊 就清醒了 清醒了 表示他这个 这个喝醉酒啊 是这个游戏人间啊 游戏人间啊 那么这个里面啊 这个谭险 他说 这个沙门说一啊 我们倒是就可以 有两样啊 你们有一样功夫啊 我们就有两样 你们说一我们就说二 那么这个谭险说好啊 我们说一你就要说二 那么我们两脚一说 说一脚 说一脚还能站啊 那你说两脚看看啊 倒是没办法 说了两脚就跌到地上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谭险啊 这个命这个生酬禅师的一波 这个生酬禅师在那个时候 已经远挤了 但是他的这个一波啊 还有那个这个威德利啊 就像这个六祖啊 得了祖师一波啊 这个放在这个大石头上面啊 这个人家就没办法把它搬动啊 这个一波啊 这是象征着这个 这个佛法的表征啊 就启示一般人啊 邪心啊 妄心啊 这个恶心就能够拿得走 所以这个 同样的这个谭险 他也把那个生酬禅师的一波啊 拿出来 请出来 这个道士啊 没办法摇动啊 甚至呢这个皇帝啊 这个高阳啊 文宣帝啊 派十位壮丁勇士啊 要去搬这个生酬禅师的一波啊 也是不动如山啊 不动如故 没办法 一时道觉其境 这一时间内 这个道士啊 就在这个北齐的境内啊 消失无中啊 消失无中 再来就是这个北周五帝的时候啊 宇文雍 最初也是重佛 曾照这个佛世家相一区 还有寺庙三所 渡这个神里一千八百人 写经论啊 一千七百部 那么当时候这个北周啊 寺庙也是有九百三十一座寺庙 但是后来受到这个 这个魏元松 魏元松早期啊 他是一个出家人 后来繁蜀了 后来繁蜀了 那么魏元松呢 这个繁蜀的神人啊 就跟道士张斌 两个人就合作 合作 就怂恿 这个北周五帝啊 因为北周五帝一心想要呢 这个 细心小庙 这个消灭北齐啊 统一北方啊 甚至想要一统中国啊 所以他需要富国强兵 那么这个 繁蜀的这个出家人 魏元松 他就跟道士张斌两个人合作 跟北周五帝怂恿 就出这个寺庙啊 很有钱 大家都去出家了 那么谁来当兵啊 所以就怂恿着北周五帝啊 这个 这个 给予寺庙瞌睡 废除寺庙 然后呢 抓这个出家人去当兵 就能够富国强兵啊 一统 这个 江河 那么过真啊 这个 建德六年的时候啊 建德六年的时候啊 这个北周五帝啊 这个进兵北齐攻占叶都啊 然后啊 这个的时候啊 就一统北方啊 他就要催昧这个 北齐 境内的这个佛道二教 但是呢 虽然说要这个 前面匪处 这个 销毁这个佛道 但是 他还是保留着这个道观 所以虽然是废佛 但是不废道 这个对佛教啊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这个广宏明集里面 他就有记载说 这个 北周五帝啊 得志于天下一无所虑了 他已经统一北方了 再无这个顾虑了 可能信任千伟啊 偏以为心啊 他就信任了这个道教的这个 称为啊 他能够一统江山啊 当上这个统一 这个中原的皇帝啊 所以他对这个道士啊 他信奉啊 对佛教啊 就是他就要打击啊 因为寺庙很多钱啊 那么到这个出家人 都去出家了 谁来当兵啊 所以就要抓这个出家人 来充当这个 这个君主 都有道士张兵啊 就跟这个 这个魏元松啊 这样就 合力啊 这个古货 这个 这个北周五帝 申多代舵 贪足财食 不足清喪 讲的 这个 短短几句话 但是就很严重 这话就很重了 这话就很严厉啊 后来的影响啊 这个北周五帝悔活啊 申多代舵 贪足财食 不足清喪 贪足财食 就是其实要往上追啊 就是追到这个谭耀 谭耀呢 就是建议这个文臣帝啊 还有这个北魏孝文帝啊 就是申起妇 活图妇 而只要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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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的这些 被占领的这些 这些 军民啊 佼佼申起术的话 那么就可以当申起妇 由这个出家生官来统治啊 来管辖 来教化 还有这个佛徒妇 就是犯重罪的这些人啊 来到寺庙啊 给当杂役啊 就是给了寺庙啊 这个很稳定 也很优渥的经济来源啊 才能怎么样开凿 这个云冈石窟 也才能呢 让有这个寺庙 有这个稳定的收入了 也可以来办这个佛事利益的这些事情 利益虽好 但是呢 世间就是这样 一个好的制度啊 好的这个方法办法 来到人间啊 就因为人的这个贪嗔痴啊 三毒未去啊 总是在这个中间里面呢 上下其手啊 就想要从中得到油水啊 所以这个生起树 生起户 佛徒妇啊 这个演变到后来啊 就变成让寺庙啊 拥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财富啊 还有很多的财富 所以到这个北座五帝 他才要给寺庙啊 磕这个税啊 磕这个税啊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有他的背后的原因啊 背后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 我们佛教啊 就是劝人家说要布施 可是呢 反而呢 这个佛教寺庙啊 都是接受人家的布施 他反而呢 就没有去布施 没有去把这些信众 辛辛苦苦的这些呢 布施的这些东西啊 财金钱啊 辗转布施 去利益 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去这个 这个给予呢 社会的温暖啊 所以呢 就导致啊 这个寺庙啊 累积太多的这个财富的时候啊 就会造成呢 这个 这个 政府啊 的一个过程呢 民众所谓的观感不佳了 观感不佳了 就会带来 这个悔佛啊 又会带来悔佛 这北周五地的悔佛啊 就是在这个富国强兵啊 这个寺庙啊 累积了太多的这个财富啊 因为生起富 生起树捐献给这个寺庙 使得寺庙的财富过多 影响到这个国家 经济的来源收入 然后这个大家都去出家 这个佛式建设太多太大 消耗这个国家的资源之后啊 当然呢 这个国家 就会呢 给予呢 这个管束了 就会给予管束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从历史的这些事件里面啊 就告诉我们啊 就是呢 这个寺庙应该啊 多多这个跟社会群众 多多的一个关怀 那么信众的一个 辛苦的一个捐献啊 我们也应当呢 给予辗转不失啊 为这些信众 他们能够做更加有意义 更加的一个帮助社会 需要帮助的人的 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的观感才会对佛教 这个正面的 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呢 是对这个 这个佛教 是有正面的效应 那除了 这个慈善事业之外 培育身材啊 也是啊 这个教育啊 也是一样啊 这个教育啊 是烧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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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啊 需要终顶费啊 车马费啊 那么学生 来听课啊 这个 在这边呢 冷气啊 水电啊 乃至于呢 这个 吃饭啊 那种种这些 都是需要经费啊 所以办教育 其实都要烧钱的 那么你那个 办教育不是只有说 这个老师的车马费 终顶费啊 还有场地费啊 住宿费之外 还有 图书啊 那如果是现代的话 还有种种的这些 电脑的设备啊 那如果像我们呢 现在又因为疫情 所以又有开发出这个 线上直播啊 那线上直播的 这些工作人员 他也要薪资啊 那线上直播的 这些电脑设备 也是要很 这个 这个很 这个高 高档的 设备啊 你电脑设备的容量太少 跑不动啊 就给你当机啊 就没办法运作啊 所以这个要 当这个直播的话 或者是要这个 这个直播完之后 这个引带要这个存档 那你这个电脑设备 一定要高档 一定要好 那就贵啦 那所以这个办教育 是这个 是烧钱的啊 那你不是只有办教育而已啊 你还要办这个活动论坛啊 让这个学生 有发表论文的机会 接受人家的这个 这个讨论啊 或是建议啊 种种 对这个学生的论文 这样有正面的效应啊 那正好如果有人 他有这方面的材料 他也可以提供给这些学生 在写作论文上面的一个 协助跟帮助啊 那也要办论坛 那论坛的住宿费 这些餐点费 还有这个 终点费 展赏 种种工作人员的这个薪资啊 还有这些的广告啊 财力 这个讲义啊 总统 所以办教育是烧钱的 是烧钱的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些是烧钱的 所以有这个 能力啊 也应该呢 为这个佛教培育身材啊 这 注点 一己之力啊 我们看这个历史里面 都是因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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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优秀的人才 支撑着这个门 支撑着这个帐啊 这个荷丹如来的家业 我们才能够呢 让佛法永续啊 流传啊 利益更多的人 否则的话 这个 这个 北周五帝的匪佛啊 就是因为在富国强兵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 这个寺庙佛事啊 就要受灾阳了 受灾阳 大举灭佛 捣毁全国大量佛塔佛事 严令生理还俗啊 那时候这个叶都啊 有很多这个佛像啊 这个雕刻的这个很神韵啊 很微妙微笑啊 这佛像的一个笑容啊 在这个冷冰冰的这个石头啊 这个神韵 微笑的神韵啊 就能够雕出的这么微妙微笑 那因为毁佛啊 都被 这个打坏 然后埋在地底下 那么现在近代啊 近代啊 这个中国啊 都把它挖掘出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候啊 这个北朝佛像这些工匠的技艺之高超啊 叹为观止啊 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候这个佛教的一个新盛啊 以及呢 这个佛教徒对佛法的重信啊 那真的很可惜啊 很可惜啊 就是因为啊 这些古德啊 他们的利益 是很好的 就给这个后代子孙啊 这个无后顾之忧 有个这个稳定的这个寺庙经济来源 他能大做佛事 利益群生 但是呢 这个要因为这个生起父啊 佛徒父啊 这些生起树啊 这些种种的一个稳定收入的寺庙经济啊 也给予人啊 产生的这个贪婪之心啊 贪婪之心啊 就给了佛教啊 这个反而呢 带来的灾难啊 带来的灾难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寺庙的主事者啊 要引以为鉴啊 引以为鉴 要把这个信徒辛苦的这些 这个资金啊 净资啊 能够用在这个利益佛教的身上 不管是慈善事业也好 或是培育深重的这教育事业也好 能够培育人才啊 让佛法的这个永续啊 这是我们从历史事件当中呢 得到的一个教训啊 得到一个教训 那么这是呢 这个北周五帝啊 求武器与塔庙之间啊 因为经费嘛 你的武器制作要经费啊 那寺庙呢 就很多这个经费这个财富啊 就可以从这个寺庙里面啊 来这个磕睡 那更加严厉的 就是毁掉寺庙 整个把他的这个财产充公 这是最最严厉的 以士兵于僧侣之下 就是抓这些出家人来当兵 在这个复国强兵运动中 中国佛教再次遭遇到第二次 惨烈的法难 就是北周五帝的法难 因为他是在建德六年七年的时候 所以要叫建德匪佛 建德匪佛 那只是 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这个匪佛事件不久 就一年多呢 这个北周五帝就驾崩了 驾崩了 就马 建德匪佛就马上停止了 马上停止了 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没有像这个北魏太武帝悔佛 整整七年 整整七年 太久了 所以这个北周五帝的悔佛是 北魏太武帝的悔佛呢 最惨烈的 那么北周五帝的悔佛呢 他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严厉 但是因为他维持的时间 就一年而已 比较短 但虽然是一年 这个夜都的这些佛事 也因为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破坏 这个元气大伤 我们从这个 最近来中国大陆 挖掘出来 夜都附近的这些种种 这个佛像 我们也是感叹 感叹这么新盛的佛教 就在一夜之间 就被破坏 就埋在地底下 那么呢 这时候 这个 独独只有慧远 慧远 他站出来 站出来 跟这个北周五帝 抗议 抗议 这是慧远 被后世的佛教徒 所遵从的一个地方 他能够畏法畏教 不惜生命 站出来跟这个北周五帝抗议 在这个续高生传里面 他就把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 记载得非常的详细 记载得非常详细 我们从这个慧远传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慧远大师 在这个跟这个北周五帝的一个辩论 理论 精确的一个辩论 跟这个顶或刀具 无所畏惧的腹法未盗 跟热成神态 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北周五帝 持驱离穷 却是一意孤行 决心灭法的义气 就在高生传的慧远传里面 他就记载说 在这个成关二年 北周五帝他灭了这个北齐 变形了废教 然后呢 就把这些佛教高生大德 召集来到这个殿皇宫 那么北周五帝亲自高座 然后表达他要废佛 他说到说 正受天命养育照明 因为他已经灭了北齐的 统一北方的四宏三教 齐风明远 考定治理 多阶浅化 并令废姿 南齐六经儒教 文宏自述 礼义忠孝于是有疑 顾虚存立 那么就是保留了儒家 那么道教跟佛教都要废除 当初的这个张兵 这个道士啊 以为说这个 匪佛就好 没想到啊 当这个北周五帝 统一北方啊 他马上把马头也指向了道教 这个人也是张兵死了未及啊 那么他就北周五帝就 第一 至真佛无相 则在太虚 遥尽表心 佛今宽探 而有土塔重立 照之致福 此时无情 何能恩惠啊 所以第一点 就是真正的佛呢 是没有这个相貌的 早期也是如此啦 这个无佛相时期嘛 佛灭后之后一直要到的这个 这个一世纪中呢 这个贵双王朝 贵双王朝的这个 加利瑟加王的时候 大乘佛教兴起才有佛相出现 不然的话 一段期间啊 都是无佛相时期啊 因为真佛无相 佛没有要人呢 这个执着在这个相貌 反正所有相接是虚妄 所以没有佛相 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你如果说 这个对一般普罗大众啊 它是没办法的 这个愚民想信啊 请些真彩啊 广心试他 既须隐废 不足以流 凡事惊相 尽皆非灭 就是 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啊 愚昧无知啊 他认为说这个捐献啊 盖寺庙啊 盖佛塔啊 就有功德啊 所以呢 不惜劳 这不惜拒之啊 不惜拒之啊 来造佛像啊 盖佛士啊 新佛塔 这些呢 尽皆 废灭 那么这个百姓呢 这个钱啊 才不会浪费在这个地方 第三点呢 父母恩重沙门不敬 这个 博利之圣 国法其隆啊 这个出家人 这个儒家有说呢 这个 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孝之十夜 所以父母恩重沙门 不孝顺父母 养育父母 跑去出家 博法燃農啊 病退还家 用从孝始 正义如此 诸大德 未理何如啊 这个 北周五帝啊 讲完之后 这三点 悔佛的原因 三个理由之后啊 就 这个 表面啊 表面啊 尊 想要听听大大的意见 实质就是说 给大家下马威啊 我就是要么做 你们谁敢说不 所以呢 于是沙门大统法上等 五百余人 五百个人 贤以地为王立 绝见难从 千个莫难 夏日 平吹打哨 而相看失色 多无达者啊 这个当时候的情境啊 可以说是大家呢 的额上 都是冒冷汗啊 这皇帝啊 要悔佛了 要悔佛了 那么大家都不敢呢 这个热乎虚啊 大家都不敢去跟 这个皇帝啊 这个看眼啊 为什么 砍头啊 砍头啊 就相看失色 多无达者 这个重南北周五帝 频频吹说 大家意见如何啊 表面看是民主啊 席子就下马威 我就是要这么做 只不过是要 就是表面啊 尊重一下你们 你们看谁敢说 就没想到啊 这个慧元啊 就敢说 就真有一个不怕死的慧元 站出来 这个陛下统领大狱啊 得一居尊啊 随俗致辞啊 献章三教 邵云 真佛无相 信如成子啊 的确 真佛无相 是没有错 但耳目生灵啊 赖金闻佛啊 借相表真啊 若是非之 无以心智 就你说对一般 比较根基高的人啊 跟他讲说 真佛无相 他能够理解 至道无言 他也能够体会 但是对一般凡夫俗子啊 你跟他说真佛无相 他蛮难无所从啊 无所事啊 你说至道无言 他也不能体悟啊 体会啊 所以你还是得要勉强啊 勉强啊 就顺应根基啊 给予讲述啊 就像佛陀 在菩提树下证悟 最开始就讲这个华言经 一般下根基的众生啊 听不懂啊 听不懂 所以佛陀只好呢 这个 随远啊 说三圣啊 随远说三圣啊 随远说三圣 等到呢 这个 这个 众生根基 这个阿罕啊 这个 方等般人 大家能够接受了之后 再划划 这个会归三圣为一圣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 对一般 大众而言 你跟他讲说 这个吴佛像啊 他如何 啟发 他的崇敬呢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 礼佛啊 不是在礼拜这个 这个 木头 石像啊 而是借这个 木头 石像的这个 像貌啊 启发我们 人能本具的佛性 就是佛 在两三千 两千多年 两千五百多年的印度 都已经成佛了 我们还在这个地方轮回 真的是 惭愧啊 惭愧啊 忏悔我们的这个业障啊 没有办法呢 身在佛事啊 没有办法身在佛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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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闻佛头去教诲啊 舒适好呢 藉由这个佛像啊 的这个礼敬啊 来忏悔我们的业障 来这个 唤起我们人能本具的佛性啊 佛心啊 是这样啊 而不是说 藉由礼拜佛像佛 就可以给我们四福啊 不是啊 所以这个 观念要正确啊 方法要对啊 这个方向要正确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够得到十亿啊 那如果观念错误啊 方法又错误啊 这个目标错误啊 这个方向错误啊 这修道如年啊 也不开悟啊 所以这个 这是慧远大师啊 这个 跟这个北周五弟的一个 这个对打 对打 确实也是如此啊 确实也是如此 我们这个礼拜佛像 不是说这个佛像 给我们赐福 而是借由佛像 生起大惭愧心 大忏悔心啊 大忏悔心啊 然后呢 以佛为典范为表象啊 来呢 唤起我们人能本具的佛性 所以当下要批佛啊 当下要批佛啊 当下要批佛啊 就是要打破众生的迷惘 不要求佛能够赐福给我们 而是 在这个礼佛的过程当中 生起大惭愧心 大忏悔心 大忏悔心 大虔诚恭敬心 你就能够与道相应 能与道相应 就自然能够感召善的因缘嘛 感召善的因缘 那么这个北周五弟又说了 虚空真佛啊 我们会演说 汉民以前啊 金相未至 此土众生 何故不知虚空真佛呢 北周五弟说 这个佛遍满一切处啊 清净法身遍一切处啊 法身遍一切处啊 充满虚空啊 那么还 为什么还要这个佛像经典呢 那么慧言就说了 说 汉朝以前 佛孝还没有传入 那么 为什么还要这个佛像经典呢 这个 中土众生 为什么不知道虚空真佛呢 这个 北周五弟就没办法回答了 那么慧言又说 若不借金教自知有法 三桓以前 为有文字 能因自知五常等法 二十日诸人 何谓但是其母 不是其父 同与禽兽呢 那这皇帝也答不出来 说不需要经典的话 那么在这个 远古时候啊 远古时候 如果不需要经典文字的话 远古时候的人 应当也要懂得这个 五常伦理啊 可是 远古时候的人 只知道他的母亲 因为母亲是母系社会嘛 生母嘛 这个小孩子是跟着母亲 一块生活的嘛 所以他但是其母 不是其父啊 这个父亲是谁啊 不晓得 那这跟这个禽兽 不是没有两样吗 所以怎么能够说经典 不需要经典呢 所以这些呢 这个皇帝呢 北周五帝都打不出来 都打不出来 所以慧言又进一步说 若以形象无情 视之无福 故须废者 国家七庙之相 岂是有情 而妄相尊世 如果说形象都是无形的话 视之无理 那么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些宗庙 宗庙里面的神像 是不是也应该要把它废除呢 这个五帝啊 不达此难啊 拐通后颜 他说这个闪避啊 闪躲啊 他发现到 这个碰到厅子啊 这个慧言不怕死啊 而且呢 还能够 讲得头头是道啊 讲得这个北周五帝都打不出来啊 他就说啊 佛经外国之法 持国不虚废而不用 其妙善待所立啊 正亦不以为是啊 将同废之啊 北周五帝就说 这个佛经是外国来的啊 印度方邦来的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些啊 那么这些宗庙七庙啊 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啊 那么我也认为这个有需要啊 所以我也想把它毁掉 这个北周五帝啊 被这个慧远给逼挤了 被逼挤了 甚至有点口无伦次啊 所以连这个 这个自己的宗庙啊 也要把它毁掉啊 毁掉啊 那这个一支后果啊 这个下毁讲解啊 下毁讲解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慧远大师的这个 智慧辩才啊 口才无碍啊 口才无碍啊 为法为教啊 这个捍卫这个佛法 这个是功德无量 那我们大家请合掌 至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至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至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何难甚重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道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负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置业 云林观音讲堂 旗舰梁黄宝灿 即三大事宴口 日期9月23日至9月28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公勤 广库法师祖法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洽群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法会期间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 邓言经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11月23日星期六 至11月24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5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从前有位仙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狐藏在仙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耳濡目人之下 竟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首之王 从此 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首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娶一个丫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只有人类的公主 才配得上他这万首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寿大军 下山将家乙王臣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寿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丫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这手下的万寿大军 绝对会扫平你们 国王召集了群臣 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 让那些野兽暂时沉浮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 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选战 但是要求他们 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哄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哄叫 听到了熊壮威武的狮子后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国王依尽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听到了群群 驻驻的狮子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就溃不成军了 学佛多一点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 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有所深入的了解 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初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亦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批语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以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跑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佛典中狮子吼 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 大声做激昂慷慨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